谦虚倒可以了 原来你是个博士 我都不讲了 我都很客气的帮你扫地 帮你扫地 你坐高高在上 我在下面 后来才知道 你是个佛学博士 人家才会从心里面佩服你 因为你把佛法应用在实际的慈悲 谦虚帮助 而不是显现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 如果这样 佛法对你是个独树 为什么 会傲慢 会自以为是 会觉得我高你低 事实上 如果有一个有高跟低 就不是佛教徒 佛教徒是佛陀最圆满 这样就好了 众生皆可成佛 我遵守这个原则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有高低之分 哎呀师父不会念地藏经 师父不会念那个众 没关系 你不会都比我还厉害 为什么你都不会生气 所以你不会都比我还厉害 你还会不失钱 对不对 所以而不是在分别这个 所以重点是你心里面自在 而且你心里愿意帮助众生 这就是佛教教育最高的目标 一个人格的发展 当然以这个为基本 你要学越多 那当然服务的面越大 这样就好 是为了承担众生 而不是为比高比低而修行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一直抓住这个原则 然后你每天都在修行 不会说我要做什么 一大堆加行 一大堆功课 不然我就不能怎样 不能怎么样 把佛教变成一种 小学中学大学博士 然后大家 然后来比较 而没有办法把佛法 应用在当下 当下就是说 你对待别人的方法 你对待事情的 这种了解智慧 做出来的东西 当下 佛法是要当下显现出来的 那当然你要重视这个 当下给别人的感受 所以带人接物 不管你做什么 而且你很有智慧 很有方法 像各位现在读了《药师经》 多读几次 世间人穷人很多 生病的人很多 之间有问题的很多 你马上把《药师经》 讲给他听 对不对 告诉他怎么做 所以《药师经》是你的指南 或《地上经》是你的方法 那这样就可以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讲个人随缘 所以古时候的主师大德 一句阿弥陀佛就成佛了 对不对 因为他了解佛教的重点 当然了解更多 回入阿弥陀佛 所以而不是说 以了解为过程 以了解为目标 我们是以实修为目标 好 早上各位听我说了 世间的大布施 哪怕百千万亿美金黄金 不如佛钱 共一朵花的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佛是圆满的无上福田 一个人有钱 是因为他种福田 你很孝顺父母 那这个叫恩田 孝顺的人很有福报 你很慈悲众生 这个叫慈悲的福田 你帮助可怜的放生 那现在我们要种的是敬田 我们对三宝尊敬 尊敬的福田 这个叫三福田 那当然这个福田里面 佛是无上福田 因为佛的 成佛的过程太慈悲了 所以三大二生奇节的苦行 所以而能够圆满了种种波罗蜜 而且佛陀成佛是为所有众生 所以他是众生的无上福田 一句奥弥陀佛就可以让他离苦得乐 佛教永远安住在无我的空性 我们要把佛的功德 来利益所有受苦的众生 这样反而你是最大的功德 你是圆满了空性 大悲 菩提心 善根 回向众生 请问各位 你把一千块 帮助穷人 你是不是会得到更多 这个是很基本的道理 所以舍一得万 但是我们不能为了得万而去舍一 这样就不符合佛法了 我们是说这么大的功德 统统回向给更苦的众生 自己能够超越有跟无 是最好的 我跑那么地方不得不赞叹 在日本茶花就是漂亮一点 这有专业研究 所以在日本的话 看起来就有它的 有一点味道不一样 这是他们对着 既然喝茶又茶到 茶花又花到 对不对 日本人穿衣服也蛮讲究的 所以有这个好处 为什么日本人做出来的产品 都比别人好 这些做的东西好像都比较漂亮 这有一个特色 因为日本人 各位经常看到在街上 两个人要离开都要 要 敬礼一下 外表的礼貌 就会感召所用物品的好 了解吗 日本药好 日本电器好 日本车子不错 因为这是他们 外表上这样礼貌 所以感召的这些 所用的物品都比较高级 这样你了解吗 如果你买回来都比较糟糕 要检讨的是你自己 对人的尊敬度不够 但是如果你又从内心真正去尊敬别人 没有骄傲感 那感召了又不一样了 有外 连内在都非常精致 内心里面会非常的宽大 身材也会高大 所以我想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 各位要学学 好不好 所以美国人的优点 日人的优点 我们中国人的特色 全部合在一起的优点叫佛了 佛就是拥有所有众生的优点 没有所有众生的缺点 那念每一种供养 各位要观想 比如说供食物 那你要观想 整个世界的看得到的 有形的都变最好吃的 不一样的食物 满山满野供养诸佛 那这个功德力就可以融入到 第一道 二轨道 让他们脱离贫穷 让他们生生世世 生在一个珠宝快乐的世界 这个就是上供下食 所以各位要这样观想 念一下 用心供养 你每天都要用心供养 不是光今天念 以后每天找他自己在家里 观想供养 或是你用实际的 像他们把这个食供养 做的十个在里面 香花灯涂口茶室 然后他们就拿起来这样 念一遍供养 你要做用图也可以 它是真正的有 这是放在小瓶子里面 很多人这样做 你看观音菩萨手上永远会拿着佛珠 代表空性 代表空性 代表度众生 全世界最贵的生却衣在哪里 知道吧 日本 那比和服还贵 那全世界最便宜的在缅甸 一个女性出家 穿一年的 三件 七块美金而已 所以各位要有机会去供养 然后男生的十五块美金 所以 如果在泰国 就将近三十块美金 如果我们汉人这个 这个就贵了 所以汉人就贵一点 那藏传佛教了 大概也是三四十块美金 但是各位都供养 加沙 因为供养加沙 所有安全 外表漂亮 财富无缺 七正宝 各位有没有这小张的 夹在里面 一个菩萨要利益众神 要居足这七种宝 就像一个董事长 他要有总经理 他要有会计 他要有股东 他还要配备一部 几部最好的车 所以他要很好的人际关系 这个叫正 正就是政治的意思了 就是管理众人之事 他要有这七种正宝 才可以降服一切 所以金伦宝 神主宝 各代表什么 那各位你以后 你这一章经常念 在佛前念 那你就会具足更大的力量 因为你要成为一个 服务众生有能力的人 那什么样的姻缘你都要有 什么样的宝物你都要有 就还有一头最快的马 像关公一样 他有一块最快的马 然后呢文殊菩萨 有一只降服烦恼的狮子 普贤菩萨有一个 永不退转的大象 那这些都要具足 就像地上王菩萨拿了一个 如意宝发光 满众生缘 调福三恶道 再来玉女宝 漂亮的女人 意思是说 你个性很柔软 人缘很好 所以就像一个董事长 又有几个好秘书一样 对不对 又不会生气 又很仔细 对不对 骂他又不会硬 多好做事 所以各位讲话要客气 要柔软 沙漫地也代表一种心 内心的寂静 控制得很好 很平静 那么维系 这样才可以兴盛 内柔外的圆满 有些 我发现最近有一个男生打电话 他病啊 太太有说他病得要死啊 结果一传相片给我看 我说 他老婆那个眼睛真凶啊 因为他太太太凶啊 太彪悍啊 太苛刻啊 克死老公 所以全家都不快乐 问题不是出现在他先生儿子 出现在他自己身上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 有外文内 你看到花这么柔软 慈悲 那我们也要人如花一样 对不对 珠宝这么光亮 要有智慧 再来大城堡 代表你有一个大宰相 大臣 然后呢 又聪明又忍入 经常帮你准备很多钱 做很多计划 请各位念 愿以此功德 佛钱十供养功德 供养七正宝功德 供养八吉祥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与佛敬佛 庄与佛敬土 庄与佛敬土 庄与佛敬佛敬佛 那各位多记得念 佛敬佛敬佛 比如说你看到别人供花 你就把别人供的花念一个 Joiti的神 因为你到柄 因为你到很多寿庙他们有贡香 供灯 供花 那你念这个 瘟 Joseph 虽然它只有贡一盏灯 但是这个灯就变成百千万亿 供养百千万亿佛 然后以这个供养 然后下十百千万亿众生 所以这个翁阿虎翁阿虎 上供下十都圆嘛 因为有时候你没办法亲自供养 但是至少随喜别人的供养 所以每天都要供养 所以各位最好这一张发给你 明天再念一天你就带回家 天天念好不好 下回参加法会会背的才进来 代表你已经入心了 你已经经常练习 经常练习 所以各位呢 把世间的事情放放放 慢慢淡化 把佛法的病人都入在你心里面 入在你心里面 所以时时刻刻 这个世间最好的修行是 时时刻刻有痛苦 因为你时时刻刻有痛苦 你才会时时刻刻念佛 如果各位你时时刻刻很快乐 你就不会来拜佛了 老实说会来拜佛都有一段痛苦的 经历到痛苦 经历到变化 就像我是经历到我妈妈的变化 我才会精进的念佛 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苦 但是这个苦是白苦的 如果你有智慧就没有痛苦而已 如果你没有智慧 这个苦就一直在模拟 模拟 所以我们刚刚做的供养 都是这么香 这么美 这么庄严 希望各位你的内心里面 没有不美的东西 好不好 不嫉妒 不生气 不骄傲 不抱怨 你的眼睛不会瞪人 你的嘴巴不会骂人 你的手不会打人 你的心 就是要想要帮助别人 这个叫佛的心 佛的像 佛的口 那所以我想 我们对外的供养 要呈现为对内 所以我想 这一点我发觉 日本人这一点 做得很好 很多东西